7月13号就要围解封路 为了避免外地游客进入部落 引起部落惊慌 秀林乡公所维持封闭翡翠谷 沙湖荡西 山湛西 还有崇德板夏渔床等热门的细水场域 不要让疫情进入部落 要维护主任们的安全 最后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将在13号实施围解封部分的场所 不过秀林乡公所封闭的四条溪流场所 还是要继续封闭 一直到解除疫情警报为止 秀林乡公所表示 新冠肺炎本土兵力虽然趋缓了 部落军人们担心有疫情扩散的余力 要求封闭景区 乡公所在乡内四个景点 包括翡翠谷 沙卜党西 山湛西等 禁止细水进行封闭 新农乡公所文化及观光客客长高海恩表示 外开放区域海南若市实验制 量体温等等 目前已经有封闭溪流的 临近村落设置巡逻人员 不定时巡查溪流的状况 并且设立警示牌 拉奉承线的方式进行 那所以是公所这边的希望是说 我们也发布一些消息 是希望这些游客就尽量不要再到 我们的部落当中去做一些 像有气活动或是水上的一些活动 这样子 目前暂时就是有公告 就是四个管制区域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同门村荣树部落的翡翠谷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水源沙卜党西 还有我们景美村山湛部落的波拉丹 山湛西 还有我们崇德村这边板下渔场的一些 进行独木舟的一些水上游戏活动 新闻下的我们可以表示 现在的疫情是相当的不稳定 在疫苗四大历不到一半以上的情况之下 现在只能够封锡来保障村民的生命产生安全 保护你也是保护大家 记得就用讯订阅我的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